二战已过去七十多年,但歪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神骗从未止步,比如印度神骗第三次世界大战,歪歪印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,将迎来三战危机,脑洞之为人,抗日神骗都怕,越必如隔壁韩国的铁鱼,资云朝鲜大导和战争,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,只有,相亲相爱印加人,在韩朝特宫才能阻止,这不, 美国最近也暗骂不住,又双热卓出了一部战斗民族,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游神骗冰海线六层片银就能看出,影片是,线热系列,电影的第三部,这个系列可以说是美国的一银大作,主角都是杰拉德巴特勒,前两部分别是讲述白沟线热后拯救世界的奥林匹斯的陷落,以及讲述四十多国首领在人冬嘎皮, 然后拯救世界的伦敦线热,而,走哪哪线热,在巴特勒这次埋到了俄罗斯,再次开启拯救世界的新征程,俄罗斯将军杜罗斯把架总统,造成美国权品,蓄意挑起美国军事争端, 并来巴奔第三次世界大战,为了让美国拯救世界,显得顺理成章,片中打架有点,狗爹,加里奥德纳仍要登场, 他以美国和平使者决防部长的身份,说服政府高层营救俄国总统,来换取世界和平, 于是,巴特勒作为美国潜艇艇长,又双月开始前程靠运营,赢救俄罗斯总统了, 研究过程的歪歪脑洞也格外,其人, 首先,俄罗斯总统被塞造成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脱油瓶, 但一路头就腹部正在,柔带发电,飞带水段, 叫机灭火,飞加普京的普京表示,此刻特别想打人, 然后,枪将神兵,优雅无敌的美国特长兵, 带着俄罗斯总统穿过枪林弹椅,跑过机枪扫射的卡车群, 最终把他送进巴特勒的潜艇,一个秘密潜伏的美军机机首, 还顺便炮轰了俄罗斯海军的战地指挥中心接下, 巴特勒先从接回的战队民族了战略,开始发声他, 国民将官,可因是说服动反,将军陆龙和手下的海军战队集体反水, 将射向巴特勒潜艇的导弹,完美击裂, 但真多空了战队民族的这两位大将军, 一个好战挑战,才给美国拯救世界的机会, 一个喜欢约远反,目击完美解除,世界恢复和平, 股掌不得不说,这么下巴要行主义的基本设定, 让军军以为自己不小心点开了一部炭热神剧, 隔一不同的是,速度有激情的制作班底, 上影片中的军事场面和动作系特效, 做得确实很扎实, 加上全程高原的BG单, 呈现出一场软弱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军事动作 但续军事迷的福利来了, 去逐渐发射远程导弹的画面, 真香,军事前景撕出水面, 长风破漫的长镜头, 造军事迷梦舔平好几回, 美国海陆空军集结北都洋队致时, 一个远镜头竟显大气磅礴, 气势风红, 而全水平上浮舌出海面时, 全员身体赫青的细节也非常到位, 美国特种兵冒着流雨, 空中跳伞的瞬间, 就一个字, 帅, 美国养军地面火冰的动作场面, 也是真香实在, 不娃虚的, 所以整体来看, 这就是一部歪歪脑洞, 与开挂特效齐飞到军事动作片, 亮点和用伤都非常明显, 当然, 普京和战斗民族看了估计要打人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